不知道大家在網路上會不會看很多團體他們拍的那些小短劇 這些小短劇通常都是以幽默為主 然後比較綜藝的形式 而且這些小短劇通常會有一個起承轉合 它會有一個邏輯性 會有一個流程 有一個flow 但是我們今天要帶來的這個團體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他所拍出來的短劇呢 幾乎沒有任何的邏輯性 但是非常的好笑 有很多梗 是莫名其妙突然就啵的一聲爆出來的 也算是吸引到非常非常多人 近期的目光 我們今天要帶來的就是 Wakey Boys 反骨男孩 HELLO 因為你知道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Wakey Boys 謝謝 謝謝 我2018年的新年新希望 就是希望可以在你們的影片裡面 剛剛講到變態之類的 一定可以啊 你不覺得我臉情人是在演變態嗎 我跟你講 司書列車就太好認識你 他可以演那個男主角 那個爸爸 對啊 超像的 對對對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司書列車 也是很 你們當中的紅的片嗎 去年啊 姬萊 叫姬萊 我們的女兒叫姬萊 他覺得那部片受傷 所以骨盆位移啊 我整個下面以為 瓜哥啊 下面真的以為 他因為演殭屍然後撞到樓梯 腰受傷 卡到樓梯尖尖的 因為殭屍要失去理智嘛 你看他 哇 是不是卡到 太入戲了 一個月了 啊 好好了嗎 現在那個鬼月了 有時會復發 有時會復發 他不影響我們來這邊 是 我們女女 他推輪你耶 是不是就這樣子 這之前有一次在家裡 然後後面以為有流氓跟著你 那好恐怖耶 那我不是拍那個 今天有起丘比特嗎 大橋頭營運長 我真的住大橋頭耶 我走在家裡附近買飲料 後面一群按喇叭 一看 魚光 魚光中啊 魚光中一看 全部人騎QC這樣凶成惡煞 都沒有安全帽 恰龍恰鱼 很像八價九這樣 以為要揍你 對 我以為我是欠債發生什麼事 呃 你大橋頭營運長啊 是不是你啊 可以跟你開照嗎 可以拍照 好恐怖 我真的嚇到 講完就 對 其實就在那邊就跟他 對 好 七八耶 你 所以我剪掉 你講這話講太多了 我們不會剪的 我們館長那一集 大概開會討論了 半個小時到底要不要剪 後來後來那個姐姐說 太難剪了 然後最近聽說 因為我很常發動影片 從九個月份就開始 騙頭騙尾 有歌 處女 處女 這不好講 不好講 對不對 處女座 歌名叫做 這首歌叫 請問你是處女嗎 對 為什麼 處女座啦 它其實是一個那個 手機貼模的業配 那我們剛好拿來做自己的作品 對 我們覺得很酷 請問你是處女嗎 不是 但我有處女模 請問你是處女嗎 不是 但我有漢格模 請問你是處女嗎 不是 你好像處女模 請問你是處女嗎 所以它不是什麼討論社會議題的 不是 它主要就是在講一個女生 它有那個 手機處女模 然後不小心被男生手機摔壞 然後男生說你可以去 手機第一次包模嗎 手機處女模 是 原來是這個哏 其實我們很喜歡一個團體叫 Lonely Island 我不知道 各位Youtuber知不知道 或本質 國外 他們以前的首歌叫那個 我也不知道 那是什麼 Geezy My Pants 他們的歌叫 射在褲子上 所以我們就是想做一系列 很有趣很有創意 我覺得大家看到我們搞笑之餘 我們想要給幾個認真的東西 不然大家都會覺得 你們就只是耍字這樣 只是耍網 你們只是在那邊消費什麼新文化的題 就三個人都會各出一首歌 對 我哥會出一首黑色會鮑魚 黑色鮑魚 請問你有 你們這樣認真的嗎 認真的嗎 黑色鮑魚 鮑魚 但唱起來可能很像 它是那個下雨嗎 鮑魚嗎 黑色鮑魚 黑色鮑魚 就在講他感情詩意的故事 黑色鮑魚 對 那我會出 那MV4就是你一個人孤單的淋著雨 然後在海 在那個海產店挑鮑魚 就是 就是那種 上次唱黑色鮑魚 狂風鮑魚那種感覺 但是吃是吃黑色鮑魚 這一段 這一段的才要講錯 我以為你會講一個設計理念什麼 結果去講真的 你跟他講他的初戀什麼 你覺得也沒有 我是說我去海產店吃到不新鮮的 差點那個海鮮過敏 摄入重度 對啦 那我們講到 因為其實 Wikiboy17成立滿多年 那 韋哥你是後來才加入的 我是中出的 中間才出現 對 劍聰 東出現 為什麼 這是什麼 當初什麼 什麼樣子的 的 因緣記會加入 是一個算是 因緣算是有點 但是在那個 我們在選秀 電視選秀上面 這個我們都是在那個 算是常勝軍 常常勝下來 有衛免啦 對 我們常常勝下來被淘汰 我 我本身是三個裡面表演最弱的 表演的部分 他們都 很有趣 但是我們的表演總是節目不喜歡 因為我們太ㄎㄧㄧㄥ了 太做自己 對 這樣 我們三個都這麼ㄎㄧㄧㄧㄥ 那就一起來ㄎㄧㄧㄧㄥ啊 所以我們就組在一起 對 我們覺得 一直 當偶像會不會 很 很了 就是我們不是拍個手機吧 要學偶像MV拍攝 我那個 因為我演戲比較少笑場 可是那時候狂笑耶 我覺得自己好假掰喔 就一直這樣子 懂得為什麼 我一直想笑 對 偶像不都這樣 敲手腕啊 弄帽子啊 什麼都是 你心中覺得這樣很不知道 但後來我們想做自己 然後特別一點 因為你們拍了很多系列 包括告白四招 然後還有模仿特定人物的 然後還有什麼是四招 模仿四招 模仿四招 告白四招 還有最近很多 勞舌時間 街頭起秋彼特 很多 那這些單元當中 有沒有什麼單元是你們比較喜歡 我跟你講 有嘻哈其實前三集 我都覺得非常好 而且那個狀況是 我們現場約了 都說晚上六點到東區 沒有人知道要拍什麼 我們是現場討論 我有聽說 現場對 我就是直接說 我想要這四個點 退後什麼什麼 他們每一個表演都又非常棒 我們就剛好結合在一起 可是有下前幾集 有一個我很喜歡 是那個阿伯 在小餐廁的那個阿伯 那阿伯是零演喔 那阿伯就剛好開過來了 阿伯就叫他陪你們演 他就好 阿伯不好意思 錄一個有趣的東西 阿伯就說 沒有不好意思 開始知道我 不常在玩這個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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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再給我個機會 老師 這不服氣 這不服氣 節奏 這支節拍 對不起 這支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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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講到 你們算是尺度很大的點 對 所以其實我跟別的YouTuber聊過 就是他們說其實 有的YouTuber 甚至有的藝人 可能想跟你們合作 可是你們形象會比較 心三色一點 會有他們的經紀人 或他們的公司會有疑慮 所以你們今天影片 口味都那麼重的時候 在執行上 有沒有遇到什麼很大的難處 或是你們就想拍這個 可是就拍不出來 有些東西可能就失去合作機會 像柯文哲 世大運 對對對 不可能找我們嘛 你看他找的YouTuber 都是形象非常好 對 我們就會 像Joyman這樣子 就是 我沒有被找 類似這種形象 但是我前幾天有去跟他拍片 真的嗎 真的 恭喜你 但我沒有跟他講到話 那個不是劉爾金喔 不是 是我 是郭奶奶 有點小巷 有些廠商其實彼此間會討論 我們尺度大本來就會流失掉一些機會 對 或者是 廠商找你拍 他會特別強調 禁止猥褻 我們會覺得 會不會很難啊 他就 手腳被擋住了 已經發寫出劇本 曾經有一個 還好笑耶 他說要有一個質感的猥褻 他那種猥褻 那種猥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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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在這附近了一個 後來怎麼做啊 他知道感性的猥褻 對 什麼是感性質感的猥褻 他說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 你要改變一下你想 然後我說 曾經不能猥褻 沒有啊 可以猥褻啊 但是要感性的猥褻 好難喔 我都想過頭耶 怎麼感性 換人有做嗎這個 然後就邊哭邊尾氣啊 啊你的嘴好辣喔 就變成感性 好久沒摸你的腿了 他一直滴二人光圓 他一直滴二人光圓 你的腳白是誰 我最近看影片有很多正妹嘛 對 像什麼林彈啊 小凡啊 對對對 小凡我也很喜歡 那你們在跟他溝通 他們的尺度也很大吧 還是曾經 有一個你們有說服他過 就一開始有 有說過到是 有說服過到是常常說服 你怎麼說 我想說你要直接 進入這一集的動作 我已經整個稱讚了 我怎麼不知道 睡得他很舒服 說服了之後他就很舒服 那這是藝術的表演 我們女生團員都合作大概 就變表弟了 一兩年 一兩年 然後才發現彼此真的有默契 因為猥褻不能強求 那他們覺得 還可以接受這種程度 我們很喜歡看 就是很有趣的人 因為像我們那個六九大魔王 跟地精王小朋友 都是我們在表演過程中認識的 我們很喜歡有表演張力跟能力的人 跟我們一起的就是要夠風 我們就會讓他一起 只要你夠風夠鏘 歡迎加入Walky Voice 對 對 他很常在路上 我們也會直接徵選團員 直接路上 他直接來說 我好喜歡你喔 我們就說那你可以怎麼樣 蛤 直接搭訕 會啊 廣東會這樣子 他有誰是這樣子搭訕過來 小地精就是啊 那時候我們主持人校園 他我們要開車走了 然後直接跑了 已經車了二十三十了吧 敲門耶 敲門 小地精追車 他硬是路 他嚇到 他以為黏到人家 下車來看 跟殭屍一樣 然後我們就下車直接問他 因為他表演的 他也很靈活 覺得很有趣 他很年輕 他應該是小 十二歲 剛上國中 國一 然後他自己敲原本 但是說他是要粉絲 還是主動要求他想要跟 他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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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 最近很常看到他 後來就加入 那六九大魔王呢 他是瑋哥的一個 你講 說來話常 就是算是我 房東女朋友家裡面的一個 常客 房東女 房東的女朋友的家裡面的一個 這段故事一定很長 好長 簡單來說就是 他會整天去那邊 吃吃碎碎 然後後來有一天看到我 他就說 我要去跟你一樣去表演 我就帶他去了 這樣喝容是嗎 可以 很快 很清楚 人家哪裡說 出來是這樣 因為是這樣子 因為六九大魔王也是 很難想像說 會有一個角色 然後是這樣子的演員來演 因為五十幾歲了 對啊 那我其實都幫他把人生規劃好 因為我跟九妹一樣是控制狂 我就說你現在就從55歲 宜物演到69歲 然後當天就用口紅畫了一個 六九印記 我說以後我每次看到你 你都畫 六九出現 就等下 惡魔有666 然後他就聽你的話 OK啊 他到處就跟大家說 他是69大魔王 賦予他一個新的靈魂 新的角色 他說我現在出去買賽 大家要叫我69大魔王 他很開心 他是非常喜悅 其實有找到舞台的感覺 找到舞台 台灣有個狀況就是 你東西做得有點色 人家會說你低級 可是老實講 國外的東西 東馬尺度很開 對 大家都知道他們就是在搞笑 所以我們試著讓台灣 有比較新的東西出現 一定會有一些人說 我們 可能 東西他們覺得尺度太開 對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嘗試 上次我去他家 他說 看他的電腦 他說我們來看一下初剪 結果大概是5278 都共同上同一個 或是打飛機嗎 我錄到崩潰 覺得你幹也太好 我的設定是嚴肆的主持人 都要彈開了 5278 聽他這個姿勢這樣 我錄到崩潰 覺得你幹也太好 只要 因為那集 我的設定是嚴肆的主持人 都要彈開了527 都要嚇壞 都要彈開了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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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剛剛提到說 你是控制狂的 我真的是控制狂 的確你後製也不會很放心 我後製放心不下 我都要看 所以真的還是 我覺得酷炫也是蠻有才華的 不要這樣說 好 那問一下孫生 因為我也有follow孫生的粉絲也一陣子 而且你常常最緊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 就這一年嘛 你常常做什麼什麼 很多事情然後你感謝主什麼的 所以聊一下 所以因為會有一點點跳 是因為你的形象 是很綜藝很好笑的形象 可是講到信仰 大家就覺得比較嚴肅 所以我們聊一下就是 所以是信仰對你的 信仰 我知道我記得你這邊有一個十字架 十字架 信仰很重要 對 十字架 這是什麼時候是的 而且你自己也帶了一個十字架 對 你看 我覺得 這邊有兩個刺青對不對 一個十字架 這邊有一個是什麼東西 感謝主 Sense God 我覺得我今天跟你們夠熟了 即將給你們看 我平常不給別人看刺青 好 這刺青很猛喔 當初幫派火拼的刺青 給你們看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回到原點 回到原點 凡事不要強求 為什麼看起來很像開氣啊 他當初決定那個 要離開那個行業 對當初我在混方派兄弟的時候 在抽煙的時候 就覺得阿不要做這一行 然後煙這樣燙著自己 再也不幹兄弟了 原來是這樣子喔 對 一個字可以講成這麼傳 一個字 就是一個 一個字 講一個傳奇故事 你就是十字架式的吃上去的 這下我要秀我的字 來 你也有 來 是智倉的地方 這個不能播 這不能播 你就是 就是 他剛剛講智倉 我現在回來講信仰 我可以 我可以接 智倉的字 是內字還外字 內字還外字 有分喔 對啊 通常就是戳破幾乎 還要再延伸順暢嗎 那你這個刺青 是當初 什麼挫折或是什麼 你知道嗎 長哥 長哥 媽媽 媽媽 就是這個刺青 因為通常會刺青 一定是有一個里程碑 對 或是很難過的時候去刺 這個刺青有故事嗎 很難過的時候阿 那個時候 去年直接去刺 是去年刺的 對去年刺 所以有想要給自己 什麼比較正面的能量 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十字架 後來我在想 因為你必須要知道圖形嘛 你不知道什麼樣的十字架啊 十字架白白的款 所以我就打那個秘金探險 看到他遊戲有個這個十字架 對 秘金探險裡面有 我就刺了這個十字架 我其實團隊也最愛哭了 我太重感情了 其實哭點比較低 弄弄就是 常常吵架講講我就哭了 你是說吵一想你覺得 團隊不應該這樣 然後你自己也會講到哭 對 我常常就自己講到哭了 就上次我沒幫他買那個蛋餅 我直接大哭痛哭 真的假的 你們是認真的 沒有啦 但你有什麼 不是說要加蛋嗎 好的 我覺得絕命絕件是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十字架的頻道 大家如果喜歡WikiBoys的話 包括我的Facebook 還有Youtube也可以追蹤訂閱一下 我們就下個禮拜見喔 晚安 掰掰